今年直到金氏世界紀錄人情的專求 最老的家 寶貝 向這期延年會實價 重點調查 修行和參加都不相信 寶貝的體重這麼年齡 更能多這麼久 在調查結果齊政前 渣時 鐵修人情 我的修醫當時 裡面沒有任務一個人相信寶貝 多三十一年 英國鳳家修醫學院理事會生員 修醫丹尼千博斯 在接受微博採訪時表紙 有專家對於空氣三年十月希望的葡萄牙 順政的五欠寶貝 我三十一月一百六十五天這個年紀有懷疑 當時寶貝他的紀錄 還給金氏世界紀錄 真正是世界上流的狗 現在金氏世界紀錄 全報要對這個事情上去調查 並暫時貼銷這項頭寒 破皮時代日空一年七月 正在葡萄牙政府的高尿 全部治療庫建設主持 破皮主人說破皮時代已經九二年出事 不過這只是單方面的公返 他沒辦法拿出其他證據 所以才輸人懷疑 葡萄牙發入的憑務要求 日空空八年進前出事的高安愛定期 相關法規時代日空二空二十月時才死 另外一些受委注意到破皮 看起來提供太多頭 九月燈火修專家認為 這實在無可可 因為就算是人也不可能這麼大庫 還可以多這麼久 破皮主人科斯塔為要欠免 表示受委會傳統起來反對 只是因為他就是給破皮吃 我們人吃的食物 不是九月吃的東西 還有發生人說 受委會的專家按算 讓我們人因為破皮的燈火修 不是真的 根本是世界紀錄花一年時間 去雜診保皮真正的年紀 他自己也沒有為這個紀錄 放後來賺錢給一千錢 公司新聞 莫文靈彬